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备战失联赛总决赛的比赛,接下来将要面对巴西女排这个对手。 从双方的账面实力来看,巴西女排如今的世界排名比中国女排要更加靠前,包括在失联赛的积分排行榜中,她们也比中国队更加有优势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接下来这一场对战势必是一场恶战,我们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拿下对手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在最近中国女排即将迎来生死战的同时,国际排联更新了双方出阵的14人大名单。 从巴西女排这边安排的阵容来看,她们部分主力出现意外实力受到折损,对于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征程非常有利。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女排的14人大名单,阵容和之前小组赛一样保持不变, 这意味着,接下来王媛媛,共享与这些核心主力大概率还会首发迎战老对手。 对比之下,巴西女排的阵容发生了不少变化,不过这个变化对于巴西女排的实力却是非常不好的影响。 从巴西女排的名单来看,球队超级新兴主攻手安娜因为之前训练受伤的问题, 导致膝盖受伤被诊断半月板损伤,接下来将会缺席总决赛系列比赛。 如此一来,意味着巴西女排在主攻方面的进攻火力会大大降低。 虽然加比这个核心球员已经回归,但她这次是刚刚受伤归来, 从前面的比赛表现来看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。 如此一来,即便加比空降持远,但是她的实力状态到底能够恢复到几成还是未知数, 巴西女排的进攻威力受到重大打击。 随着巴西女排两个核心要么伤退要么状态糟糕, 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利好。 本身大家非常清楚,中国女排对战巴西女排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在进攻方面, 我们大多数只能依靠李英一人,而对方的主力阵容则是更加丰富。 我们唯一做得好的是在防守方面,巴西女排拿我们没有太多的办法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接下来如果可以解决防守和进攻两方面的问题, 中国女排完全有机会拿下巴西女排,甚至争取3比0横扫对手。 一旦中国女排能够打败巴西女排,接下来挺进四强之后, 将会有更大的信心面对其他的对手,甚至有机会站上最高领奖台。 毕竟在最后一场小组赛,中国女排曾经暴棱打败过世界第一的美国女排, 美国女排本身也是争冠的热门球队。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,中国女排完全具备实力和这些顶级的球队掰手腕。 关键是我们能否把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。 而想要把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,前提是要拿下这一场淘汰赛提升球员的信心。 如此一来,姑娘们就会有更好的状态过五官斩六将。